下午4點鐘 在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同步進行的就是在高雄了 我們另外一位主持人蕭州 現在已經跟高雄市長 韓國瑜坐在一起了 兩位都已經在我們的鏡頭上了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 我們將要專訪韓市長 哈囉 蕭州 您跟市長都已經上線了 我們簽這個水 哈囉 好 蕭州 介凡好 對 是的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已經邀請到高雄市長韓國瑜 市長可以跟我們大家打招呼嗎 現在是全程直播半小時 不能NG OK 謝謝蕭州 謝謝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市長 我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的這幾個禮拜裡面 大家在看到議會的表現 就是12分鐘的質詢 簡稱41秒 跳針 發大財 然後大家的印象 有些人覺得說 好像有點混 有點草包 可是我們看到市政的成績裡面 有很多 比如說短短四個多月裡面 就有83條主要的道路 已經重新鋪好 有五座一直要拆 沒有拆的路橋 而且是重要路口的也拆了 然後包括湘韓 地下水道 這一些都做了 然後還聽說五月 有一個智慧型路燈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會不會覺得說 做了這麼多事情 可是好像都被那41秒的影片 給掩蓋過去了 現在我第一次接受總質詢 大姑娘進洞房 頭一招 很多東西 說實在也不太清楚 過去自己曾經擔任過民意代表 是所謂質詢方 攻擊方 但是防守方 背詢方過去沒這個經驗 所以說我也在學習 也在成長 也在摸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議員質詢 有的時候他會把10分鐘的質詢 剪成40秒 50秒 這個我從來沒想過 死了未及 剪下來40秒 如果說他心裡面有一點點偏差的話 他會解一些很奇怪的畫面 像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平民小老百姓 你如果說很長時間用攝影機對著他 不管是打哈欠 挖鼻孔 摸頭髮等等 不啞的動作把它剪接 那這個人變得很滑稽 如果說你是完整的來看 一個人就是所謂正常的人 放到議會來看 所有的詢答是完整的來看 他就跟剪下幾秒鐘 是不一樣的 這過去我也沒有經驗 所以我也覺得我也是自己都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剪接完畢 會嚇一跳 因為前面完整的說的時候 或者有報告的時候 沒有放進去 那第三 我覺得 我們時常在議會跟市政府之間 他會有一個思路上的錯誤 就是我議員攻擊你 我批判你 把你打趴在地上 就代表我諮詢成功 那現在因為高雄市是全台灣 跟海內外最關注的城市 高雄市有幾個指標 不是光你剛剛講的道路 水溝 陸橋的拆除 事實上高雄有幾個指標 現在全台灣第一名 第一 高雄被海內外關注的第一名 第二 觀光客的成長 全台灣第一名 第三 ATM 錢不夠 都要 ATM去領錢 ATM的紀錄 全台灣第一名 第四 賣的農產品 水產品 還有外銷出來的鮮花 以及我下面要推的雞肉 豬肉 鴨肉 魚肉 鵝肉 鵝肉 雞蛋 要準備外銷 像這些農魚產品的成長率 全台灣第一名 人一直不停的進來 東西一直不停的賣出去 再來 工業總會 為了來高雄投資 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內部開了兩次會議 張老闆投多少 李老闆什麼計畫 兩次會議之後 結了1600億準備投入高雄 另外500億預備投資 就是2100億 剩下還有其他已經投入下來 還有四五百億是已經確定 工業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就有1600億 現在這些投資進來高雄 就會遍地開花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其實這四個月來 高雄的變化非常的大 是大家的努力 總而言之一點 高雄市民的光榮感 達到歷史從來沒有的水平 因為他發現 怎麼全世界都在看我們 這是一種光榮感 那這種光榮感 代表一種無形的意志力量 無形的士氣 這個城市 因為大多數市民有的光榮感 它所彙整出來的那股洪流 是擋不住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市民的光榮感 光榮感 市長 那你剛才有講到說 議員這樣子 把你剪成片段是始料未及 不過下一個會期 可能是在9月到12月 那個時候你可能會多一個身分 叫總統參選人 到時候議會這種百萬小學堂 然後挑針式的質詢 可能會更激烈 會不會擔心這樣發展 謝謝姚中 因為現在你講的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如果9月4月 還真的有另外一個身分的時候 一樣坦然面對議會 因為我們覺得一個男子漢 就是開大門走大陸 做一個所謂男子漢大丈夫 這個什麼事情就是面對他 所以這個會期的質詢 跟以後來的質詢 我都是一項非常坦然 而且我也承諾高雄市民 放心 別人幹總統 會不會在高雄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韓國瑜真的參選 真的當上總統 我不會離開高雄 這個不是去欺騙 或者金蟬脫殼 不是 是真正真正總統要長期在高雄 因為南台灣生命力出不來 你看2019年今年 到現在南台灣一個現代化 國際大機場都還沒有 這是多大的諷刺 也就是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屏東 這些民眾要出國 要到桃園坐飛機 像話嗎 而且南台灣有這麼大的土地 這麼多的充沛人力 然後百分之 四分之三的孩子離開了 四分之三的年輕人 台南高雄屏東 離開了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把一個風水保地 一個潛在巨大能量的土地 人口 還有這麼棒的地位置放棄掉 讓他放牛吃草 這是不對的 總統到了這裡上下班 這裡有非常多的軍區 有人說安全有問題 絕對不會有問題 對不對 第二說沒有辦公室 我說有沒有桌椅 有沒有洗澡浴墓的地方 你講的都是無聊的廢話 重點 台灣到底要不要南北平衡 台灣到底要不要雙城市的拉 整個把台灣整個往上拉上去 台北是個國際化都市 凡是住在台北不喜歡離開 各方面都很方便 可是南台灣都是老年人 隔代教養 四分之三的年輕人離開 這是多可怕的數字 所以我們台灣人 一定要把南台灣發展起來 不光是對南台灣有個公平交代 不是光這樣 而是更重要的一層意義就是說 整個台灣可以全面拉繩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假設性問題 即使退一萬步想 我真的殘選 選上或者落選了 新的總統去到高雄上班 副總統在台北 行政院長在台北 沒有任何影響 根本就不用遷都 大家比較疑惑的是 因為相同性質的問題 大家馬上會聯想到遷都 當然你講說 一個人到高雄上班 跟遷都是兩個不同 完全不同的議題 可是因為遷都在過去 這十幾年當中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包括陳其邁 包括蔡英文 包括林佳龍 他們都有陸續提過要遷都 或者遷立法院到台中 可是沒有兌現過 從來都沒有兌現過 乃至於連總統府 在鳳山的這個辦公室 原來只用了一次 從2016年到現在 只用了一次 就是開幕的那一次 之後就到去年12月交回去 那給民眾 給選民的感受 好像說 選前政治人物會講一講 可是選後都跳票了 那市長 你要怎麼讓大家相信說 你不會只是說說而已 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 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我們時常說 小媳婦熬成婆 那我剛剛這樣 嫁過來的時候 做媳婦做媳婦 我好辛苦 我一天到晚 這個也不懂 那個也不懂 好像被罵什麼 等我當了婆婆 我的兒子娶了媳婦 我一定要對她好 小媳婦熬成婆 怎麼回過來 自己做的婆婆心態又變 這凡是在南台灣做市長 做立法委員的人 市長講遷都遷都 趕快遷 有一天她離開了 屁股拍拍走了 就不忘了 等到我講出來 總統要在高雄上班 馬上開始罵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循環 一直不停的發生 其實不用想這麼複雜 當我們把腦袋 全部打開來去思考的時候 才會了解到 你總統帶著秘書跟安全人 來高雄上班 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平常各種通訊設備聯絡 外賓能調飛機到小港機場 或者很重要的總統 坐高鐵 到台北會合 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所有的問題 只有一個問題是心 因為你覺得高雄處處不方便 長期在台北人就覺得 我當好不容易當了小媳婦熬成婆 我選上了總統了 我為什麼要遷都 台北很舒服 各種餐廳 各種朋友各種社交 又是國際化大都市 我不要去高雄 就是這個心態 那你來高雄又怎麼樣 像我在這邊當市長 我也很愉快 陽光燦爛 人民熱情 東西好吃 然後街也很大 路也很寬 但是沒有人氣 賺錢不容易 我這四個月來 凡是高雄人都會知道 街上車流量大增 一年半以前我來這裡上班 做國民黨主委 晚上九點沒有車子 沒有人 蕭條的可怕 滿街的豬壽 然後到六合夜市 看到那些攤商愁眉苦臉 現在人氣開始來了 然後我本人住在這裡 非常習慣 這就是一個心態 然後我一直在講 總統如果來高雄上班 你沒有委屈 也不需要發牢騷 你就是上班地點轉換而已 就是這樣子 市長剛剛有講到 六合夜市人潮變多 可是其實我們最近 從一些所謂黑寒的 聯盟的這些粉專上面 常常會貼出什麼 六合夜市沒有人 或者是新絕江島電潮 左營大陸的島電潮 愛河變成墨綠色 就是奇奇怪怪的PO文 而且每天早中晚各一篇 市政的推動的時候 常常會受到這些影響 你也講到說1450 沒想到1450 黑寒也可以當飯吃 我們幫你澄清這些 其實我們也有飯吃 所以是一個生物鏈 你怎麼看這些1450 對你不斷的攻擊 其實黑寒 他們以為他們很有成就感 六合夜市沒有人 牙都削掉了 黑寒認為自己 躲在鍵盤的後面 在暗中放冷箭 享受無窮無盡的快感 其實很悲哀 因為你賺的錢 是靠磨殺人格 傷害人家的名譽 然後可能你的雇主 把錢付給你 你也不認識你的雇主 你只是像一個機器人一樣 給你一個指令就開始黑 而且沒有理由 然後拿錢辦事 下次叫你黑完寒之後 黑另外一個姓張的就開始黑 再黑姓李的再開始黑 然後你要扭曲一大堆事情 其實賺這種錢說實在的 只是精神跟心靈上的 一個奴隸而已 是非常可悲的 光明正大找工作做 專門靠傷害人家的名譽 來賺這些銀頭小利 其實是很悲 而且對台灣民主政治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會用 因為抹黑是有效的 有打算要特別的想一個辦法 把這一些 含黑的要好好澄清嗎 不只會含黑 前一陣被打怕是賴清德 賴清德活活從一個巨人 打成侏儒 民調這麼高 活活把它打成一個 本來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在政治聲量上是非常巨大的 活活被網路打成一個小侏儒 所以黑是有效的 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那我要講賺這些錢的意義何在 而且為什麼黑韓到今天 韓國瑜看起來精神飽滿 飽滿 印堂發亮 兩眼炯炯有神 因為我內心看不起你 我的內心看不起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樣子 不管是直接操作者 或者幕後的營武者 你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得到政治權利 然後你用非常骯髒 骷髒的手段 拿到的政治權利 手上再換一把正義之劍 我為台灣人民出頭天 我為台灣人民找出路 然後暗中下的 全部是骯髒的手段 對我來講我是看不起這種人 我從去年市長選舉到現在 我沒有主動開口罵過一個人 這很難 我現在是每一分鐘都被黑 很快就到每一秒鐘 而且我判斷下面黑我 應該是說我吸毒了 因為我看起來越來越瘦 面黃激瘦對不對 韓國瑜開始喝完酒吸毒 現在每天說我喝醉酒再來吸毒 做任何事情都被扭曲 但是說好不好笑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 就是走到這一步 是全台灣人的悲哀 那你也特別講到說蔡總統 他的在對付賴清德的時候 是非常暗黑 忘記你的形容詞 你好像是說 兇狠殘酷什麼之類的 然後如果有一天 你變成他主要的對手 你會擔心他會十倍百倍千倍的 對付你嗎 這個是B動詞加IMG 一直在進行 沒有挺過 不會重複製 你看台灣民主政治史 這幾十年來有沒有像我現在 所有部分顏色都在黑韓國瑜 而且黑得非常的爽 漫天鋪地的 然後所有的好事情都不講 像我剛剛講這些 招商影子這一塊 還有東西賣出去 還有我們的防水 還有我們的鋪路 還有看不見的香韓 還有我們整個農業局 觀光局 環保局 公務局 所有的局長都快爆肝了 大家都衝成這樣 通通不講 議會的尋答 我也盡可能彬彬有理 被剪掉 然後放一點點 然後在網路上來打 這一整套就是一個組合拳 也就是今天韓國瑜 我早上起床 洗點刷牙完畢 吃完早餐到議會 或者到市政府辦公室 我就心裡準備 開始黑吧 今天黑的菜單是什麼 中午的菜單是什麼 晚上黑的菜單是什麼 每一分鐘黑 我相信這些黑的人也很辛苦 他想 而且他昧著良心 開始黑 所以這種 我是覺得是 這個對台灣民主政治 一點幫助沒有 然後希望台灣善良的人民 要能察覺 我們最終追求台灣民主的價值 到底是什麼 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 到底是什麼樣 我們希望不希望 過更好的日子 因為你民主政治三年不行 現在這各行各業 我所了解的 沒有一個行業 對未來充滿信心 企業界 軍工教 農漁民 中小企業商人 還有個體的庶民經濟 有哪一個行業 對未來的台灣充滿了信心 找一個行業 找一個行業 我韓國瑜就對你服氣 如果一定要找 我也找得到 黑行的行業 不是 政治業 只有個政治業 而且還是有權力的人 其他全台灣360行 359行都在哀嚎 因為你執政三年拿不出成績單 所以選舉到了 怕失去政權 就開始黑 就開始搞 你應該執政三年 拿一張亮麗的成績單出來 告訴人民 拜託請你繼續支持我 因為我做得很認真 很努力 國防 內政 教育 交通 能源 所有方方面面 我一張成績單出來 人民非常有信心 拜託再給我一個機會 這個我們就鼓掌了 我講白你每樣都做好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能連任 你當然可以連任 拿不出成績單來 所以就一個現象 我們台灣人出頭天 選舉到了 我們要保護台灣主權 不要怕 選舉到了 我們台灣人被欺負了 選舉到了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相信我 我會保護大家 選舉到了 全部人都喊 就代表民進黨選情危險了 這是非常無聊